こんばんはトマ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文法的部分 那今天这文法呢非常简单也是实用的 就是呢我们要来形容这个トテモ トテ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讲非常嘛 那如果有两个トテモ加上トテモ 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文法的用法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们频道的话呢 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通知 这样子呢每一个星期有更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文法呢 是トテモ加上トテ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知怎么样嘛 那中文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形容方式就是无比的 无比的美味 无比的难吃 无比的好 无比的坏 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己 比这个トテモ还要更多更多更多的 所以日文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当事哦 就是这个 那它其实重点是 前面的事呢是可以被省略掉的 有一些情况是不需要用的 那このうえない就是代表着就是非常知己 无比的怎么样 所以呢你可以当作它是形容词来用 因为它后面是このうえない 这是属于naike的用法 所以这边的接续词呢有两种 一种是名词的用法 就是このうえない名词 このうえない名词 就是呢后面是情绪 你可以用形容词把它名词化 就是加一个sa 待会儿例子也会跟大家分享到的 那普通的接续词呢 就是一形容词跟那形容词 一样照常着用 就是那形容词后面 还是要加那 就是最一般的换法这样子 然后再加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就代表这个无比的说法啦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例子部分 n1の文法は複雑なことをこのうえない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般的用法 你就可以用在这个形容上面 无比的怎么样 这是最常见的 所以它就说 n1ne的这个文法呢 无比的复杂 超级超级的复杂这样子 所以呢 複雑还是那可以的形容词 所以呢后面加那再加こと 然后再加このうえない 这样子就是无比的复杂 非常的简单 n1の文法は複雑な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n1に合格した 嬉しいことこのうえない n1に合格した 嬉しいことこのうえない 所以这个呢是 好的事情上面来说 就是开心之气 非常非常开心 无比的开心这样子 n1に合格した 就是终于合格了 这个ne的考试 所以呢 非常非常无比的 开心嬉しい 因为是意形容词 就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 再加ことこのうえない 这样子用 一个n1的形容词 一个是意形容词 就这样子 非常普通的 用法在情绪上面 複雜 就是很复杂 然后嬉しい 就很开心 这样子就形容词 就OK了 n1に合格した 嬉しいことこのうえない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比较长一点的例子 息子が初めて料理に挑战し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ていたが 危なっかしいことこのうえなかった 我们再看一次 息子が初めて料理に挑战し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ていたが 危なっかしいことこのうえなかった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息子が初めて料理に挑战している 就是呢 他的儿子第一次就是要做料理 比如说你儿子还很小 还是小朋友 所以他第一次做料理 然后父母亲就会很紧张 或者是你觉得 好像不放心让他去做很危险 所以他就说 見ていたが 就是看着呢 儿子呢 就是第一次挑战这个做料理 初めて料理に挑战し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ていたが 那这边呢 他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危なっかしい 危なっかしい 那危なっかしい跟危ない 有什么差別呢 危な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危险 那边危险不要去危ない 危ないです 这样子 那这边的危なっかしい 他不是過去事件是什么 他原本的形式就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一样是危险 但是呢 他是带有一种靠不住的危险 就是你信不过在客人 或者是 你看他好像战战兢兢 好像 很危险的 待会你受伤怎么办 靠不住的那种心情 你就可以用这个 危なっかしい 他是異形容词 所以呢 危なっかしいことをこの上げなかった 那这边呢 他是过去事件 因为刚刚是見ていたが 就是从刚刚一直都 看着儿子 就是挑战 初次挑战 做菜嘛 所以呢 無比的怎么样 又惊险又危险 这样子 就是呢 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靠不住的危险 危なっかしいこと この上げなかった 这样子的用法 那后面呢 也是换成 过去式的 把ない换成なかった 这样子啦 大家明白嗎 息子が初めて料理を挑战し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ていたが 危なっかしいこと この上げなかった 好的 接下來呢 我们来换一下 就是用在形容词上面 就是 我们先把この上げない 擺在前面 然后呢 再加名詞 要怎么用 那这边呢 刚刚有提到过 名詞呢 一般是用形容词 把它变成名詞化 就是后面加さ 的部分 我们来看 用形容词把它换成 さ い去掉 就是 無比的傷心 这个程度 这个名詞化 無比的傷心啊 を味わった 那あじわう 就是他原本的動詞的原型 那あじわう的意思呢 就是 你從某個經驗上 體驗的 就像 有親人過世了 然後呢 你從這個經驗 你可以體驗到 失去親人的那種 無比的傷感 無比的傷心 這樣子 所以那個叫做あじわう 那變成呢 過去是あじわった あじわった 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 就是形容詞用法 無比的 什麼 之前呢 我們用在 就是 拿來形容程度嘛 就是 你這個情緒是 非常非常非常 怎麼樣的 無比的開心啊 無比的 複雜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是 直接拿來形容 就是 這個傷心程度 是無比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このうえない かなしさ 這樣子 おばあちゃんがなくなって このうえない かなしさを味わった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今天的 最後一個例子 週末は 友達が遊びに行くときに 私は家に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 つまらない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週末は 友達が遊びに行くときに 私は家に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 つまらない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所以這個很簡單 週末就是週末嘛 不用上課 很多空 所以週末は友達が遊びに行く 就是朋友們呢 自己的好朋友呢 都出去玩了 可能去一日遊啊 或是怎麼樣 就是去玩了 所以呢 但是 因為我的情況不允許 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就是我非得 要在家 可能 父母親不在 或者是有需要 我就是在家 守候的 我沒辦法 跟朋友出去玩 所以呢 他之前就是他的理由嘛 いえに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 所以 つまらない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就是 無比的 つまらない 無聊啊 就無聊 一個人在家 無聊 不然說 週末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嘛 但現在我就非得在家 不可 只能 就是看著朋友呢 呃 就是成群的去玩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怎麼樣 無比的 無聊 你也可以說是 寂しい 寂しい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寂寞 這樣子也是OK的 他只是拿來形容你這個情緒呢 是無比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知悸 就無聊知悸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比較實用 也比較常見的一個文法啦 大家明白嗎 週末は友達が遊びに行く時に 私は家に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 つまらないこと このうえない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このうえない的用法 這文法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幾個例子呢 就是能夠更輕鬆的掌握 然後透過這個講解方式 就更容易去記得要怎麼去用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視頻也到了尾聲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讚 然後分享出去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那如果你也沒有訂閱 他媽頻道的話一定要訂閱喔 這樣子你就可以第一個時間呢 說到他媽追星動態啦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吧 おつかすまでした 拜拜 四字俗語齁 這個自業自得是什麼 自業自得 就是我們講的自食惡果 自己種的什麼 因得的什麼果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今回の結果 就是這一次的結果啊 就是他自食惡果 好